中秋节快到了 为了让新城乡的妇女朋友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新城乡齐来文化发展协会 在原住民文物馆举办了中秋月饼凤凰书月饼演习活动 在讲师和烘焙师傅指导之下体验制作月饼的乐趣 也迎接中秋佳节到来 在新城下面代表李春梅谢谢你的节奏之下 华林县新城乡齐来文化发展协会办理 中秋月饼凤凰书月饼演习活动 妇女朋友们则是持续在新城乡原住民文物馆来扩大办理 在讲师和烘焙师傅的制造之下 来依照说属于自己的月饼 训练家和李开表示 对中华文化传统习俗可以说是相当重视 中秋节可以说是挤进来长城下流的习俗 妇女朋友们也是相当的开心来制作月饼 来向大家问候 最主要你们现在会要做这个夜饼 希望按照老师的步伐来做 刚刚我看到老师一步一步来 如果说大家要按照老师手下的 你相信你们会做出更好的夜饼 非常好吃的夜饼 我祝我们这些活动也满顺利 谢谢 今天下场和李开表示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 也是家人和朋友团结的日子 对于协会能够巧思的安排 来办理月饼制作研习 让大家一起来体验学习 在后面师傅的制造之下 妇女朋友们则是按照步骤来完成自己的成果 在学习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愉快 同时也来迎接中秋节的到来 记得终于信号到